今天的战争就叫做金融战 你想透过西货市场 公司低价钱 那你还可以 一台单纯的 老矿 高博比生产高 得更赚钱 我先看了个信息给你 这个没想到报告 对的 生活无处不经济 狼眼看来不寻常 狼教授 李盐又来了 这半个月不见 很是想念 这半个月是说 你去追踪利拓建筑文座 其实是我们一个团度在追踪 而且说实话 利拓建筑文座上是经济界大上 无论我们在媒体 是不关心这个事情 而且全民话题 对 我们今天带来的猛料过来 现在是门里的人想出来 门外的人想进去 我们总想看看这个 在什么商场的 现实版的一个潜伏 看看这么一个大的 一个商业的涉密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间谍 近日 中德一端当时受训时 阿加比亚利贺 和门上海办事室的四名人 因涉嫌财土不正当主乱 提过拉拢收买 公国钢铁生产单位 内入人员 自看窃取中国国家激烈 在上海被拘捕 其中包括高带艺术 首席代表 利拓铁矿石部门 中国业务负责人 吴世泰 与此同时 国内也有钢铁负责人 被警方待 从与世界三大铁矿石巨头 炒炸团价 进把女章的垃圾上 到中女在利拓面前 栽根捕了紧运门 直至中小钢铁 集体拆开 导致 中国的铁矿石巨头 可谓幻象成真 一向缺少铁矿石的封锁 进来出了铁矿新闻的互动 在铁矿石谈判 纪律加实赛的关键时段 逼迫见别人 让这个行业 再次变得更硕 这个商场如战场 有间谍 也就有内鬼 你就是胡适派 和胡适派门 他们都想刺探为什么 对 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刺探的呢 你说这个商业谈判 根据我们媒体的追踪 它有几个点 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是 他们了解了中国钢铁企业 内部的一些数据 那很多人问说 这个是商业基因命 比如说 中钢成本 比如说生产一个钢铁 它需要的成本是什么 然后这个企业的年规划是什么 这些可能都就是构成了中钢企业 所以中方谈判代表的一些筹码 干脆你问我算 我都知道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最近这个还不错 我给这个什么 钢铁企业 还有这个钢铁企业 常常演讲 这数据我都有 那没有这些 没有一刻 就排这些敲门砖的这些人 来拉拢教授 对 因为这个我都免费了 我就是多拍数据 但这数据的本身 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的问题 而是什么 国际上玩的游戏规则 我们是不理解的 大家总是以为说 我们是不是 简单的把这个数据公布之后 给有利对方谈判 这是我们自己想象 是这个样子的 但其实国际上的谈判 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好多人说 这次间谍门这个事件 让之前一直乱象重成 那个中国钢铁企业谈判 这个铁企业谈判 是哪啥落成最后一个稻草 好多人说是原因 其实我看 不算是这个铁企业谈判的原因 反而是乱象一个结果 你先有了这个乱象 先有了这个结果 我想透过这个结果 想告诉各位观众 什么观念的 就是我们不会人一一云 跟着大家讲 什么乱象 这个什么间谍门 我都想把这问题撇开 大家走到最根本的 最原始的阶段 你为什么会有乱象 因为这个乱象的原因 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很自以为是的 去平常作战谈判 做谈判 其实举个例子来讲 像中旅 收购 澳洲利托 旷野集团 那么 那么我再来解释一下 世界有三大铁矿砂供应商 一个是利托 一个是必合必托 一个是淡水合股 中旅曾经花过 140亿美金收购过英国利托 12%的股权 那是高价收购的 亏惨的 最后 亏损110亿美金 然后呢 又在趁低交易 又想再收购 澳洲利托 矿业集团的股权 甚至再坚持一点 英国利托 矿业集团的股权 那么总共195亿的收购呢 想抄底的结果呢 被人家 扇一个耳光打回来 给你点赔偿费 那么折修费 1.95亿美元 你就赶回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理解游戏规则 包括我们 刚写谈判的时候 我再讲一句话 你不理解游戏规则 你总是认为 自己自身力量强大 我们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 中国人是大的 对 你认为你有一个 说谈判之后吗 那我告诉你 真的是不理解 这世界上玩什么游戏 这整个过程 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建议们的 只是 你像你刚刚讲的 只是整个复杂过程中 我们不理解 情况之下的一个 结果 好多这个失败 谈判一直出于弱势 没有话语权 那些杠 因为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游戏规则 那他们就拿着 在那边没什么事 说拿他当精明 到处说 不是我们无能 而是敌人太焦慌了 你知道了我谈判的底牌 那当然我在谈判过程中 我记不记得 其实我告诉你 敌人狡猾是真的 但狡猾不是狡猾在 尖点门 而是敌人狡猾 是狡猾在一开始 就是整个铁矿砂的 定价权的问题 人家就牢牢掌控 只要掌控这个之后 你后面的 你所有的谈判努力 都是功亏一篑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所谓刚那些 谈判的无能本身 不是说敌人狡猾 他们搞建立门 偷你的资料 不是这么简单的 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在干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国际上是如何谈判 铁矿砂 如何谈判石油 甚至农产品如何谈判 你都不清楚 你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谈判 所以你这个敌人狡猾 如果你了解游戏规则的话 他就不狡猾了 问题是我们自己 先要检讨自己 就从1981年 这个情况是谈判机制 开始以来 中国是最近五年 才开始介入这个谈判的 这就是根本 约寒的那个手法架 但问题是 你觉得中国这个 了解不了解 这个游戏规则 和关系的那个变化 你说这些不了解 日本韩国也是 也是不太了解 而且日本是 95%都会进口成形狂 那是以前了 这几年了 我们发现了 整个这个 大宗物资价格 包括铁矿石 基本上 是操作在华尔街的手上 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华林钢厂 也曾经收购过 这个澳洲FMG铁矿 好像是一股 2.48澳元 收购了17.4%的 这个股权 然后还给派出一名董事 那么当你收购完成之后 我相信就理解了 FMG铁矿 一定会告诉你 价格不可能是 他们决定的 好吗 而且你派出一名董事啊 那没有话也没人用 好吗 你一票有什么用呢 什么事 那么你就问我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能够 透过这种收购 控制原材料呢 请你想想 连你这两把刷子 你都能想得到的事情 对方会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收购困产资约 你不能控制价格 请问你收购有什么意义 他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说之前一直是日本 比如说在参与 或者主导这个铁矿石谈判 二十多年 铁矿石价格一直很稳定 中国租走之后 发现铁矿石的价格 跟断了下的风味 让它往上风涨 这就是第二问题 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你铁矿石价格怎么决定的 不叫铁矿石吧 我觉得我们在讲的 更简单的问题 你大家都有价格 怎么决定的 比如说 我们观众朋友 你们今天晚上 看完电视节目之后 要不要来炒火爆弹呢 要不要来炒火鱼香肉丝啊 那我问你 当你倒下 大豆油那一刹那 或者叫食用油那一刹那 你知不知道 这个价格谁决定的 这个价格 就是华尔街决定的 比如说你们用的基隆鱼 卤花 福林门 这几个品牌 是谁控股的 新产品在中国 其实不受中国的决定之外 绝不是外资控股 甚至中国的大豆油 中国的玻璃 中国的水泥价格 基本上都是外资所决定的 好吗 那么讲更具体一点 达豆啊 它本身啊 就是一场非常复杂的 一个价格战 2003年的时候 当我们政府想开放 达豆进口的时刻 当时我就在广州呼吁 不能开放 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 游戏规则 当时开放达豆进口啊 美国的达豆 倒案价格还比我们中国的 黄金达豆啊 东北黄金达豆便宜 而且出入量还多百分之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左右 你只要开放进口的结果呢 是必定淘汰东北黄金达豆 你以为是以国际接轨吗 那我总说你根本就不了解 什么叫国际游戏规则 那么等我们真的开放进口之后 到两天03年8月 美国农业部突然发表声明 那就是 他说由于天气因素啊 美国政府决定减低达豆库存量 就在这个时刻 华尔街的公司进入之价格期货市场 大幅拉抬大豆价格 拉到最后是到了04年5月份 拉到了4400块一吨 而就在这个时刻 我发现了一个状况 那就是在华尔街以及 很多有心人士的忽悠之下 请记住哦 是华尔街和有心人士的忽悠之下 我们的大豆压榨企业 就是油脂压榨企业 就在前一个月4月份 进口了800多万吨的大豆 而且是在4300块一吨所进口的 好了 到了下个月拉到了4400 再下个月 一家伙达到2200块一吨 跌了50% 就像我们钢厂去年一样 钱光沙价格拉了猛高之后 打一半 现在忽悠把价格上来 然后忽悠的价格又下来 然后一大豆价格狂涨 你进货 高价进货 那狂跌之后 你就卖不出去 因此中国70%的 油脂压榨工厂 全线倒闭 下一步就是 国际上的四大粮商 这四大粮商名字非常复杂 我也记不住 但是他们英文第一个字母呢 刚好就是ADCB 很好啊 ADCB四大粮商 趁此良机进入中国 建价收购中国70%倒闭的 油脂压榨工厂 所以 我告诉各位观众 中国现在85%的食用油工厂都是外资 我刚刚讲三个品牌都是外资 那么这个价格谁决定的呢 大豆决定的 大豆价格谁决定的呢 华尔街决定的 因此你们今天 当你们在炒菜那刹那 请注意我讲的话 你这个大豆油 加格 华尔街决定的 我们高加进 跨打下来 我们全力倒地 四大粮商 八号销 华尔街决定的真正最高战略指导 是从这个群的变察群 敏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亿作善 文化财新活 习带靠未来 古业社 经济要约情 文化学发展 学座猛杀中的经济 景经理学家狼青平为您破解 射身中文化国咒 东方出版社出版 文化财新活 习带华尔街决定的 你比如说 大豆的这个游戏规则 包括这种 铁矿石的游戏 是一样的 它就是个政府 华尔街 一个联合操纵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说铁矿石价格 怎么决定的 它表面上说 哎呀 根据什么什么什么 市场的游戏 什么虎 现在不是说 公大于穷 买方就好 他们自己有个计算的标准是什么 就根据 有色金属 石油 反正什么 大豆物资 甚至包括大豆 你两个放在一起 你看 如果都涨的话 它就跟着涨 都跌的话 它就跟着跌 好吗 所以它这个价格决定 就不是铁矿石大公司 能够决定的 不是立合 并国立 脱根蛋刷过去 不是的 而是看 华尔街 操纵这些价格 比如说高盛 你把这个什么 运费价格 一拉太高的话 不管有什么方法 你一拉太高之后的话 那我告诉你 铁矿石就涨价 为什么 铁矿石就盯住 这个运费的价格 只启动一个考量因素 所以这些价格 为什么会上涨 包括大豆 运费 石油 说句不客气的话 就是华尔街的操纵 一直到最后 你发现 铁矿石 它最后定价权 只不过决定 要卖多少钱一斤给你 不是你们谈判的过程 而是华尔街说的 是吧 而且如果你把 水矿石油的这个谈判 比如说一场战争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战争的时代 会远比 有评论说 会远比甲午战争的失败 更可怕 因为就从14年开始 这个铁矿石 价格疯涨吧 这些三大矿石的公司 因为这个疯涨 从中赚了7000亿美元 美国利益 这个7000亿美元 相当于什么 35艘中型航空母舰 相当于7倍的 甲午战争的赔款 所以很多人说 中国在这场谈判中 惨败 我想告诉各位观众一句话 你看到甲午战争 讲得非常好 那是150年前 150年前 西方帝国主义 我不想用什么字 不过就这一定回事了 西方帝国主义 是以东印度公司 经商为前倒 抛建为后盾 那么今天的帝国主义 是以国际化为前倒 我们以我们的国际化 其实金融为后盾 什么叫金融呢 那就是华尔街这一批人 决定了价格之后 铁花扎价格上涨 你看谈判什么 你有什么可以谈判的 而且我再告诉你 看看大度的例子 美国政府 背后身影 它在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澳大利亚 这么强势 那就是有强势的 国际力量的制程 在制裁它 你刚才跟它谈什么派 你有什么理由去谈判 你怎么谈得过呢 这样看法 在整个这种谈判过 整个人就是一个小的东西 很小的事情 其实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但是刚刚说的 斯坦梁商的时候 我想起 去年我在上海见过 其中之一的家籍 他们的中国总裁 就是 对 CBC的 对 曾经跟我说了一个话 他说 很多人都认为是四大梁商操控 中国的大豆市场 他说 其实你们要看看华尔街 他说 我们虽然在芝加哥 交易所那边 做大豆期货 但我们的金额 是微不足大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金额 从哪来呢 这个资金留下 从哪来呢 华尔街的特殊 这是对的 对 四大梁商 他们操控不了 期货价格 因为他们质量不够 技术也不纯熟 可是我告诉你 他们是勾结在一起 华尔街 比如说大豆 拉抬大豆价格 我们高价进口 跨打下来 我们全力倒闭 四大梁商 马上去收购 对 好巧合哦 对 这样的 不信朝中 我讲你清楚 华尔街朝中的 你配合的很好啊 这怎么 四大梁商 就是国家势力所支持的 你说 这个谈判 咱们不懂谈判规则 咱们处于弱势 处于被动 没有定价权 现在问题在哪呢 咱们连印加能力都没有 有外患 咱们还有内忧 你看这次这个铁矿石谈判的过程中 中小钢厂去倒戈 中钢鞋啊 虽然代表不了那么多企业吧 但它起码说你别跟人家谈这个现货交易 38家 38家这个中小钢厂去倒戈 38家中小钢厂 它是跟那个 澳洲的矿商 它达成一个订货价 这个并不是直接接受它那个谈判的价格 因为再谈出来 它这个订货价 它是不是先达成之后 都退少股的原则 等我们谈完了 再一路的谈好的那个价格来取得最少股 可是为什么它们会这么做呢 很简单 中钢厂其实不能代表它们的利益 代表大型钢厂的利益 中小企业 它们其实是任命淘汰的一方 工信部五月份出台的那个政策 钢铁也要坚定重组 就是要把这个产品做成一个结果 对 他们想他们要生存对不对 我那生存我就不要开工 我没有谈到我怎么开工 这必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被人分化的一个结果 所以咱们内部队员还分化 你成不了一股神 发出不了一个神 发出一股神也没用 价格不是你决定的 价格是华尔街决定的 华尔街当他决定了石油小麦大豆价格之后 钢铁价格就决定了 而且它这么强硬 因为背后就有国际势力支撑者 包括某某某国家的政府 在背后支持着他们 因此你谈不下来 而且丁价格一旦一手的话 一旦不在中国的一方面 现在就国际的大动的市场 过去也不在中国手中 现在也不在 未来也不会在中国手中 因为华尔街的真正最高战略指导思想 就是取得定价权 它绝对不会让给我们的 包括我们最近在广东搞了个什么 就是这个钢铁期货市场 那我只能批评你 你太不了解国际游戏规则了 你想过过期货市场 控制定价券吗 那你太单纯了 华尔街不会放的 你看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 这个世界的版图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就是 中国买什么什么涨 中国卖什么什么的 因为这是华尔街一个战略指导思想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要拉台大豆价格 你要拉台农产美价格 你怎么拉 就前两年我们这个大米价格 不是孔涨吗 涨到大概10号 对啊 大概就是国际市场 是我们大米价格好几倍 你怎么拉台的 华尔街拉台的 怎么拉台 首先要造谣 造什么谣 造一个你都能够相信的谣 比如说 中国经济发展太成功了 老百姓更富裕了 所以中国人一餐饭吃五碗饭 哇 那么老大一算 13亿乘以五碗饭 65亿碗饭 好 就凭这一点 你就弄个拉台价格 你可能不要说 哎呀郎教授你胡说八道 我们怎么吃五碗饭 外国人根本就不理解中国 你怎么忽悠他 怎么相信 就因为说中国需求量大 这就是很好的油头 从此拉台起货价格 而且其实我再给你个数据 08年09年 全世界粮食中产量是21.6亿吨 粮食总需求 只有21.5亿吨 而且年底吃不完的 累计库存 还有3.4亿吨 标准的供过于求 那为你 价格为什么不跌反涨呢 就是因为华尔街 利用中国因素 造谣 让全世界其他 都相信中国人吃饭 吃的越来越多 所以才能够在 起货市场拉台价格 而且 更过于求的情况 拉台价格 这个情况 当时很少 当时也是一样的 情况实际上 对 美比台湾叫 说华尔街 只拉台大米的价格 不拉台小麦的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吃大米的人 比较落后 不好骗 小麦的人 不好骗 这就是我讲的话 是吧 你们听起本节的话 对 我就说这个 常讲说 为什么拉台大米价格 不拉台小麦价格呢 我说因为相对而言 吃大米的国家 都是比较贫穷 落后愚昧 不太好操纵你了吗 那相对而言 我觉得要为中华协 说一句好话 事实上这一次谈判 已经有两个突破了 第一个突破就是 之前的谈判 都是以年度 财政年度为一个 时间单位 这一次 中华协虽然是 其虎南下的 达成了半年度的 33%的那个交付 可是是半年度 就从今年四月份到 今年十月份 而十月份开始的 第二个半年度 还没谈好 这是一个突破 第二个突破 你错了 这是一个进步 那下半年又涨了 你还不谈一年 降价 把那个33%好一点 那么谈过 我就不但不是突破 还倒退 现在这个今天 布兰特有这个 使用价格涨65%66%了 好吧 怎么办 老话 它会比生产高 比较贩小 我先看这个CC给你 这个不再来报告 这怎么办 三斤盘 葡萄桃桃桑盖 口服荣业 就和这个玻璃 让你看 在你眼皮底下生产 没科技 没气败 纯实接受消费者检验 让人心灵力踏实 南京时代 选择三斤盘 葡 sanit口服荣 打扫育 教教育能 您气败红烵 有精神 葡 habit喀 您年轻的镀绝 葡 sanit口服荣 还爱入肆生产 您我的 十年的呵护 复原节 快速杀菌 时间保护 凉凉 好舒服 健康的你 幸福的家 复原节 洗洗更健康 补学口服业 感染无人停写 无人去世红人 有精神 补学口服业 也有年轻的路绝 补学口服业 很为路长生产 是路长 花又路长 和其中 清和气 做人要大气 大铃共分享 方便实惠 还是平章的 和其中 谢蜜蜓 花又路长 最近没有头线 喝美好心情 因为我用了心情 性情专业巨蟹 喜欢水专业巨蟹 试一试你就知道 用性情 美好心情 广州好敌 谢蜜蜓 花又路长 补学口服业 感染无人停写 美人气氛红绿 有精神 补学口服业 美人年轻的路绝 补学口服业 除了路长生产 布兰特油 这个石油价格涨6566了 好吗 怎么办呢 那铁花扇就要涨了 所以半年之后 你这个突破 半年之后 才铁花扇 高线又涨价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中国这帮钢铁老板 就乐得见到这个价格上涨 因为现在所谓一个价格的双轨 就是一个长鞋矿的价格 和一个线货的价格 有一个极大的价差 这个价差才有投机到吧 因为那个价格也有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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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比生产当铁更赚钱 对 我先透露一个信息给你们 这个问题还没报过 对的猛料 不是猛料 就是说那个被抓的台里心 他们为了从每一艘船的那个船框上 可以获得至少两百万人民币的收益 一艘船啊 他一百万他自己拿着 另外一百万呢 是给他团队 这个收益是他工作那么多年也得不到的吧 而且好像是因为这样的 没时间再紧张 而且就因为这种倒卖的话 公开的利润已经达到二百亿 二百亿人了 对 其实从一个层面来看啊 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体况是进出口的 资质企业并不多 可他现在又挂号着很多代理商 说句简单的话 从另一出发 当我倒卖矿能赚钱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倒卖 2008年年初的时候 那个铁矿石进口的价格 就长铁矿的价格 可能也在七百美元一吨 到了咱们中国那个 中央企业手里就 double了 三倍了 对 所以南部在中央刚洗 他倒戈 他拆台 他受欺负受得很厉害 就通过这种差价 他的成本就上升多少 而且刚才说 有间谍 这一边有内鬼嘛 刚才你说台语新赛 就几乎出来的一遍 一个内鬼 其实好多的七年纪运会的时候 媒体就已经爆料 包括这几大这个矿山 包括那个闭合闭拓 就请这些中国的 这些钢厂的老板 去这个组团看奥运 各种 还请那些 对对的 唱歌剧 还有积累到澳洲念书呢 对 他那个积累的 就是念书的费用东西 这些企业 就是矿商来出的 对对对 所以内鬼 也是要揪一下的 不过这个所谓的内鬼 间谍等等 就是这个结果 大家不要把它认为是一个 不是原因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华尔街掌控定价权 这一个宏大的话题 不过你往继续的看 其实情报政治还是很重要 对对对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利托在华这个消费团队 他从来不在内地开会 他怕被窃听 被监听 他干嘛呢 他跑到香港 跑到新加坡去开会 你看利 做什么 做贼的看看是怎么防盗的 像现在这个事情 对谈判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然当然 就是你被 更加急迫之后 你又不掌控定价权 你更弱势就这么结果 中国一直想拿定价权 从前三年 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加大 然后另一个提款 是需求变高的时候 对 就一直在谈判 你都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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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胡说八道 这个完全是对国家大众物质的误解 这个价格定价的误解 如果到现在你还认为 我们中国因为有需求量大 而能够掌控定价权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经济学白学了 那是经济学的理论 那是教科书的理论 其实这个价格 根本不是供需所决定的 请你看看 我刚刚讲大豆的故事 这个大豆价格 大涨大跌 你跟你供需有什么关系啊 你毫无关系 是什么决定的 整个市场下 就是华尔街决定的 在这个市场下之下 你再来谈判 这就是未来 我们当时 只要理解的这一点 那么背后又有 包括几个大国的势力 在支撑的这个谈判 因此你非常的被动 如果你再被各个击破的话呢 你更弱势 而这个情况 即使你团结一致的话呢 你只能稍微改观 你不可能改掉这大局面 我们中国想要取得定杂权 在华尔街的强势主导之下 你不可能 是不是有一个误区 因为之前您说的那个 大宗商品 包括大豆 他们都是在那个 交易所里面交易的 而且宽石是唯一的一个 非交易所交易的大宗商品 很多人误以为 他不会受华尔街控制 但其实他们忘了 还有其他环节 比如说海运费啊 对 包括其他的一些 我们就知道 07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高盛 包括高盛赞的那些投行 他们就曾经通过 做这个 海运费的一些对冲 就那种 我解散这个对冲的概念 别想不止达了 你想就是说 高盛操纵运费的价格 就这么点 就这个意思 他们通过这个 很多方法 来操纵这个运费的价格 操纵运费的价格 运费一上升 铁光沙价格就跟着上升 没错 因为其实这个 我想起一个话题 就是那个08年的时候 淡水河谷 然后那个利拓 他们自己买船了 我自己来运输 然后争取一个 大按下 或者大按下的不同 对 就这个也是个解决办法 中国对船的运输 就没有做到这个 对 我们有很多船 但是你运费 才跟你不决定 对 因为跟那个谁决定的呢 对 所以我觉得船也没用 反正好像 把铁框水 再来压下以后 因为胃压不下来 因为这就是游戏规则 你要理解 今天的战争 就叫做金融战 今天是以国际化为前导 我们中国跟过去 二十年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非常的国际化 你一国际化之后 那就是金融战 现在就是华尔街的金融战 操控着全世界的 大宗物质价格 其实我干脆 只要钢铁一招算了 你这想降低价格吗 你搞定高盛算 你就爱说高盛 比如说你们 透过一些 非常复杂的操纵手法 把这运费价格给我打下来 把石油价格给我打下来 那我告诉你 对 我帮他价格就下来了 所以 所以你 你这些谈判 那不如搞定高盛好一点 干脆派个代表团 一个什么 是公关 公关一下 公关高盛是真的 高盛才是真的严门 我前天问其他 没过要议会 你搞一个高盛 刚刚 对 一后呢 就请高盛的领导职力 到中国来採集 你所必要 都会打 那么这点 对 对 对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就是粮康本资问题 大的这个定价钱 改变不了 那是个百年的话题 那小的这个情况 咱也能看出来 中文字的一个差别 还是不行 我们还是不行 包括你像 我这个 由于出了一个建立美事件 这个各个媒体 就开始在拍 这个发生在历史上的 一个全世界的十大 什么什么建立案 你会发现 这建立案真的是 商场战场无处不在 包括我看那个 保洁 在联合力华 保洁就从联合力华 郑政的拉出 找出来这个 八十多份资料 那当时2001年 吵得很厉害 包括 然后有很多 拿出这个保密的典范 肯德基 肯德基在总部 在那个 美国那个州 他总部的那个 打开保险库 三道锁 再打开两道锁 那个保险柜里 有一个1940年 他那个桑德斯上下 上下机块嘛 桑德斯上下的 一个发黄的纸片 上面是他的核心机密 就那个夹机配方 是什么 十一种香辛料的 这个配方 和那个这个调配的一个比例 财富中国 广东卫视 有目的 十年的呵护 安静眼睛 快速下去 一点